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很多地方 在很多家具设计当中 都能看到布浩斯的影子 因此呢 我们把这样半个世纪的 被称之为叫现代主义 统治世界的半个世纪 我们称之为叫现代主义运动 在布浩斯的设计当中 有一把椅子不可不提 这是1925年的时候 由匈牙利设计师 布劳耶设计了一把椅子 你会发现这把椅子 跟之前的椅子不一样 刚才我们在第一节里面 刚才在第一节里面给大家看到的 所有的椅子几乎都是用木材来做的 最早的家具设计 应该都是用木工来打造的 那布劳耶呢 也是在 布劳斯的木工系毕业的一个学生 在1920年的时候 他到布劳斯求学 进入了当时的布劳斯的木工系 在木工车间里面进行学习 毕业以后呢 当时的校长 格劳比务斯呢 邀请布劳耶呢 留校任教 因此呢 他继续在 这个木工工坊里面 担任导师 1925年 他为了设计一把新的椅子 跑遍了大街小巷 突然有一天 他在自行车的这个车把上 受到一些启示 自行车车把 由金属这种构建来组成的 这样一个窝巾的形状 他认为这个种造型形式 能不能用在家居设计当中去 因此就开始了大胆的尝试 然后经过手工打造 最后呢 完成了一把新的椅子 在一个完全用金属构架 来组成的这个框架上 然后用皮革呢 进行支撑 完成了一种新的椅子的形式 1925年 当时的在 在布劳斯人教的著名的 衣服大师 康宁斯基 60岁的生日 那康宁斯基的全名叫 瓦西里康宁斯基 因此这把椅子呢 被作为 康宁斯基 60岁生日 庆典的礼物 送来 送给了康宁斯基 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被称为叫 瓦西里椅 这把椅子 掀起了一个新的时代 也说我们所说的 金属时代的来临 金属 作为工业时代 最重要的一种材料 在很多的机器当中 被大规模应用 但是在家具当中 应用呢 这把椅子可以说是 开辟了先河 此后呢 金属材料呢 成为了设计师的新宠 设计师认为 可以通过这种材料呢 来实现之前 用木材 无法实验的一种 理想 鲍鲍斯呢 鲍鲍斯呢 有很多的作品 类似的作品 文士 最著名的一把 就是1929年的时候 由鲍斯的第三任校长 非常著名的设计师 建筑师大师 米斯凡的罗设计的 这把椅子 这把椅子 也被认为是一种 优雅设计的象征 1929年 在巴西罗那 举办世界博览会 德国人为了表现 一战之后 德国的一种 新的精神面貌 邀请米斯凡尔罗 来规划建设当时的德国馆 今天你去到巴塞罗那 在原址仍然保留着 由米斯凡尔罗设计的 巴塞罗那馆的复制品 在斩馆里面 非常醒目的位置 就放着巴塞罗那衣 这把椅子据说是当时 为了来访的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设计 所以在设计当中 体量非常大 来显示出这种高贵的庄重的身份 那他的这种设计风格 也跟巴塞罗那馆的建筑风格 完全一致 由弧线交叉组成的这种不锈钢的构架 然后非常优美 又能够实现非常好的功能 真皮的这种皮垫 造型非常的典雅 然后具有一种新的这种形式感 也体现了这种金属工艺 在鲍豪斯的这种大规模应用当中 获得了新的发展 但是金属材料 具有一种先天的不足 比如说金属材料往往反映出一种冰冷的 坚硬的 深厉的那种感觉 不济人情的那种感觉 很多设计师对他仍然抱有一种质疑的态度 在鲍豪斯如日中天的时候 远在芬兰的一位设计师 阿尔瓦·阿尔托 反倒转身去研究 木材的新的工艺 因为金属工艺不是万能的 金属材料也不是放置色彩结准的 在阿尔瓦·阿尔托的实验当中 他成功的在之前我们讲到的 Solnet的弯木工艺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今天我们看到这把椅子是在1931年到1932年期间 由阿尔托设计的帕米奥椅 你会发现这个木材的板材被阿尔瓦·阿尔托设计成了 这样一个流线型的这样一个曲线造型 非常适合人体的这种曲线 这把椅子最早是用于帕米奥疗养院 它是一个费结号的疗养院来使用的 因为在北欧天气通常会比较寒冷 而金属材料的这种冰冷的质感 无法适应病人的需要 因此阿尔托把这种木材重新进行演绎 具有这种新的雕塑的美感 同时又具有非常好的使用功能的造型 使得受到很大的欢迎 所以阿尔瓦·阿尔托的这款设计 也被认为是对金属工艺的一种改良 是对当时包浩斯的现代主义的一种修正 带有非常明显的北欧设计这种风格的一种表现方式 在这把椅子的设计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设计风格都有它的局限性 现代主义也不为如此 在现代主义统治世界50年之后 很多新的造型形式因应而生 一些新的材料被大规模的用到设计当中去 那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些内容 我们下期待的设计